自身艺人黄西田早年在歌厅表演 后来出演许多电视剧 唱歌 主持 演戏样样精通 老实憨厚的形象深植人心 2006年凭借草地状元获得金钟奖最佳社区综艺主持人奖 去年因体力不堪负荷正式请辞该节目 忍痛跟观众告别 但并不是退休 而是休养一段时间后 依旧会继续工作 做自己喜欢的事 在演艺圈创当多年的黄西田 至今仍活跃于荧光幕前 堪称演艺界依旧不断冒出心芽的长青树 日前 他参加超级夜总会节目录制 在现场道出自己当年出道时的心酸时 一起因为欠债 天天琴跑活动的过往 却还惨遭身边人被后捅到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黄西田的故事 72岁的男星黄西田出道50几年 参与了不少戏剧演出 大多时候都是剧里的甘草人物 因此观众们对他也都毫不陌生 而除了电视剧 他同时也跨足了电影和主持界 黄西田凭着搞笑又不失知性的主持风格 终于在演艺圈占有了一席地位 但他之所以能够无拘无束地创当 其实背后一直有个默默支持他的娇亲 他39岁那年 在蓝宝石大歌厅认识了在当铸唱歌手的陈镜子 两人人经过深入交谈 都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但是黄西田却因为对方比自己小15岁 而不太敢展开追求 直到发现陈镜子的母亲是自己的超级粉丝后 才终于放胆追求 终于成功把人娶回了家 而最让人动容的是 黄西田当时因为做录影带生意失败 身上背了5000万的债务 但陈镜子知道后却依旧不离不弃 还说 我喜欢他的老师 当时知道他欠债 但不知他欠这么多 我怕离开他 他什么都没了 之后两人结婚时连婚纱照都没拍 但陈镜子依旧毫不介意 只是默默陪着老公度过了人生最落魄 最困顿的时期 两人暗地里交往了三年 保密程度就连好友余天都不知情 直到老婆怀孕四个月后才公布喜讯 黄西田表示 当时没办法公开 是因为家里的收入全靠老婆一人支撑 就算怀孕了遇到假摔倒的表演 还是必须硬着头皮上 很怕说了就没工作了 他们好不容易携手度过了三十年 如今感情意就甜蜜如初 从眼神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非常珍惜彼此 让旁人看了都羡慕不已 黄西田去年因体力不堪附和请辞 日前他参加超级夜总会节目 录制回忆当年出道时的心酸史 因为欠债天天琴跑活动 却还惨遭身边人背后捅到 黄西田说当时因为家境穷 在唱片公司打工时顺手帮忙公司录制田庄凶歌 这首歌当时爆红 但他分毫未得值领取原本打工的薪资就回家了 黄西田也自数年轻时因为投资失败 欠下高达五千多万债务 甚至把爱车拿去典当 每天不分北中南到处跑场 历经长达八年的努力才顺利还清 去年他宣布请辞草地状元后 外界联想是否有退休打算 不过女儿黄路遥强调黄西田并没有要退休 而且爸爸还有另外一个 翻属电视台节目总监身份 任何事情都愿意尝试 唱歌 演戏 写歌 编剧 导戏 再到节目制作全都亲力亲为 永无止尽地学习 说起黄西田台湾大概无人不晓 不论是鸟来博语十三姨还是草地状元 都是大家非常印象深刻的节目 不过这样的黄西田背后却有着大家都不知道的心酸血泪 黄西田出道已经超过五十年是个跨族唱歌 演戏 主持的多七亿人 而当初会踏入演艺圈其实真的是意外 黄西田家境不好 国小毕业就赶紧跟着哥哥学木工 应援计会下他得到了演出八点当本土剧的机会 没想到才演武级就收到冰单 好在才一没有被埋没进入军中后被分配到康乐队 从此让他离不开表演 所以退伍后他便和唱片公司签约 走跳于各大秀场 歌厅 不料后来他因看好录影带市场 投资大量资金之后却不懂行销导致惨赔 只好跟地下钱庄借钱 最后欠下了将近五千万台币的债务 当时他和陈静子才刚结婚 所有生活费都靠老婆助唱的薪水支撑 虽然脑中曾想过要逃到美国一了了之 但是责任敢让他选择留下来靠着身边朋友帮忙 黄西田狂借工作 终于用了八年时间把债务还清 黄西田对老婆很感谢也很愧疚 因为老婆不但单下家计就连婚纱照老婆也没拍过 不过陈静子却毫不在乎 只说我怕离开他他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后来秀场文化没落 黄西田转战戏剧和主持甚至因草地状眼多次入围金钟奖 不过因为行脚节目要跑逼全台寻找各地奇人 黄西田一度想要放弃离开那么艰辛的环境 直到儿子说了一句话 他才决定咬牙坚持 原来当时儿子的老师曾在班上介绍草地状元 这个节目希望同学回家可以多看 多认识台湾 所以当黄西田和儿子说自己要辞职时 儿子用了非常落寞的语气跟他说 你真的不做了吗 儿子的一句话让他很心疼 于是他下定决心不让儿子失望 没想到易主持就是十七年个年头过去了 本来想放弃的节目 如今也成了他人生的代表作 其实显为人知的不只是黄西田的老婆 他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女儿 黄西田的女儿黄璐瑶遗传爸爸妈妈的好基因 有双水汪汪大眼睛的她 外形十分甜美 不少网友都对她的美貌感到十分惊艳 拥有甜美脸蛋的黄璐瑶十分上进 对演艺圈有兴趣的她坚持不靠吧 靠着自己的实力街拍广告 平面拍摄等工作 近年来正式踏入演艺圈的她尝试演戏 主持表现都十分亮眼 十分争气的黄璐瑶直到靠着自己的力量 博得知名度后 才不会演黄西田是自己的爸爸 深怕大家会因她是新二代而忽略她的努力 黄璐瑶更曾靠着主持功力和爸爸黄西田 一同入为金钟奖 两人一起走上红毯 让爸爸黄西田十分骄傲 即便是新二代 黄璐瑶靠着亮眼外形和自身的努力 成功在演艺圈创出一片天 让大家都感到非常佩服 现年74岁的黄西田 一直是行脚节目草地状元的代名词 二十多年来走遍国内外 寻访各行业的状元 出外景已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二十一年以来风雨无阻 从来没有请过假 但在瘟疫盛行的时期也不幸确诊 虽然身体无大碍 但就怕原定的外景节目开天窗 跟制作单位协调后 决定情女儿黄璐瑶独挑大梁代班主持 黄西田表示 确诊就像感冒一样 先有喉咙痛 但第三天就比较好了 他还说应该是主持草地状元 又常常跑户外活落筋骨 所以复原的比较快 也请忠实观众们不用担心 虽然不得不暂停采访主持的工作 有种全勤学生 首度魄力请假的失落感 但也趁机获得一个自我沉淀的机会 看着女儿代班主持 黄西田说 让我有种吴嘉 有女初长成级传承的感觉 从小他们总是看着我四处奔波 采访这些各界状元 这次也让陆瑶能亲自感受我二十多年来外景工作的甘苦 对于女儿的表现 而且看到黄陆瑶近期也渐渐在主持级表演等方面崭露头角 黄西田身为爸爸真的感到非常高兴 也很希望未来有机会妇女联手同台主持 也特别叮嘱 千万不能砸了这块招牌 黄陆瑶虽然之前有几次到爸爸的节目草地状元当来宾 但代替父亲黄西田前往彰化 寻找彰化分园农会访问水蜜桃达人又是不一样的心情 他一到采访现场就被婆婆妈妈阿公阿摩包围 抢着和他合照 还被问乡亲们抢着收他当媳妇 黄西田哥听到后还说 你看我不在场他们就玩得那么还 那以后我该怎么办 此外 他和父亲黄西田还曾一同登上过节目 与心脏外科陈医师 一起讨论医秒致命的心脏毛病 陈医师曾提到 生活作息差会造成心脏问题 呼吁众人要审视生活习惯 主持人小珍则说 其实不值一人 一生这职业也很伤身 没日没夜过劳工作 再加上需要 同浪需要多注意身体 黄露瑶还提到自己在拍戏时 会紧张到时不下眼 掉发 产生忧郁情绪 且因为过于焦虑 即使很累也无法入眠 只能睁着眼睛睡觉 他随后又解释说 耳朵是打开的 能听得到声音 但当下却是完全断片 什么都不记得 而黄西田看起来倒是很健康 但他自曝以前的生活作息很差 不止经常超时应酬 还有烟饮 尤其是需要动脑写剧本时 更烟不离手 更提到以前从不喝水 只喝咖啡醒脑 听到这话 众人不禁为他的健康捏起冷汗 黄露瑶紧跟着就说 现在都会严格督促爸爸 每天要喝足2000cc的水 还爆料黄西田休假时 安静的就像空气 一整天都不出声 每次他回家一开灯 都被爸爸吓个半死 他在休假时也会拜托爸爸外出走走 黄西田则笑回 因为已经在鹿行脚节目了 对户外活动就有些异性阑珊 魁为近三个月再见家人 黄露瑶说 因为太兴奋了 所以在家里聊天的分贝 可能稍微高了一点 对于爸爸的动灵外貌 他不怕成为压力 认为与心境有关 保持乐观很重要 爸爸没动过什么有的没的 也不喜欢擦保养品 甚至连出外景都没擦防晒 希望我到了七十几岁 也是看起来娃娃脸 如今苦尽甘来 希望黄西田能保重身体 也希望他们一家生活幸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ius 感谢观看